1. 選舉 面試的時候 一樣一個相對的建議給大家 通常面試我第一項要做的事情就是自我介紹 我會蠻建議不同學校給你的時間不一樣 我會建議你可以譬如說準備個30秒的版本 1分鐘的版本,2分鐘的版本 或各自準備好 不然的話,你到時候發現 因應學校的安排 比不早他是私有什麼方式 長版版的都準備 長版版的都準備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重點要明確 不要講一些跟諮詢無關的 譬如說我的興趣是看電影 然後直接在看 你應該利用這個實驗 除非你喜歡看3D電影 而且說出3D電影拍攝裡面的驚訝 沒錯 看電影不足為取 對不對 重點是你看到電影裡面的什麼才是重點 沒錯沒錯 這就像剛剛書審資料裡面所講的 標題你參加過什麼獎項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在參與的過程當中獲得了什麼 然後發現了什麼問題 然後你是如何去解決的 這個過程才是重點 沒錯 也是老師想要知道 是對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部分是有時候面試 我們會故意問學生一些 他不可能回答出來的問題 非常困難 考一下的反應 對 那這個時候最怕就是學生他不懂裝容 郭老師 我只要覺得壞壞 哈哈哈哈 所以很多面試班 面試班在面試人的時候 他才可以摘得起有豬豬 你說一下現在這個房間可以放幾顆 十顆的 十顆一顆的雞蛋放幾 誰只這麼大裝容 對啊 所以這就是在考你的反應啦 下一集告訴大家這個答案 哈哈哈哈 是 所以我們很怕忌諱的就是學生他不懂裝容 所以這個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一種就不懂裝容 第二個就答不出來以後 你怎麼去發覺這比是很尷尬 對 這才很重要 對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有時候你真的不知道 但事實上你講不知道 不是很好的做法 你應該想辦法處理的房間 譬如說你去想一下 比較簡化的版本的問題 或者是我類似的問題 告訴這個主考官說 我事實上是有在思考的 對 那我也試著想要解決 透過解決不同的問題 來解決Movement的問題 是 去看一下 再報告 再報告 報告 Mass, 沒有 這樣子 包括